这不是一个视频 你只是试图的 没问题 我已经告诉他们 谢谢 世界王者搏击争霸赛 今年46岁的士颜兹 在英国伦敦传授少林功夫 整整17年了 在一切讲求实力的西方世界 他习惯于在实战中 证明少林功夫的强大 功夫不仅是少林绝学 更是中华文化符号 此战 誓言之背负着整个少林 乃至中国功夫的光荣与梦想 我作为一个少林的弟子 我还有很多的师兄弟 还有很多的学生 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说你赢得都好 你一旦输了 那么少林司就输了 少林功夫因实战而创 招招即可克敌制胜 时至今日 时代变了 规矩变了 功夫的本质似乎也变了 功夫还于实战吗 是 在古代 功夫是用在战争上面 那也是为了实战 只不过那个时候实战 它不是在拳台上面 它是生死搏斗 它一出手就要剑生死的 不是光剑输赢的 如果武术不能用来搏击 我觉得就不应该成为武术了 我们可以成为健身运动 我们少林的传统套路 都不是很长 就是以实战为根本的 这些套路里面的每一招每一事 都足以击倒对方 回到少林寺的誓言资 谢绝一切拜访 开始闭关修炼 我那个年代没有赶上这么多人赛事 现在这个机会有了 小事放开了 我虽然四十多了 我不甘心 不管大家怎么看我 这是我的决心 这是我的心愿 毕竟誓言资已步入中年 此战胜负难捕 师兄弟们决定步阵测试 誓言资只有先打过这一关 才有机会继续前行 来 来 来 天下功夫初少林的名声 不是虚名啊 先祖们 他们用他们的命换来了教训 然后呢传给我们说 什么招管用 什么招不管用 那怎么证明 就是擂台 你要经常去跟别人去交锋 你要全身心地超越胜负 超越生死 超越名利的 去用你的勤动去告诉大家 离比赛还有一个月 摄源姿来到北京 进行搏击专业训练 此时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 年轻的时候是靠粗壳牛都不怕红 我给你拼了 那这个年龄的时候 不是靠拼的 你要靠智慧 你要靠真正的武术里面的东西 你瞅着准一下就把它搞定了 面对强大的对手 面对陌生的搏击规则 背负着中国武林的期望 誓言之倍感压力 胜负成败 在此一搏 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 江还是老的老 公元2014年 世界战略陆舰 顶级精英英雄传说 2014年 世界国籍广州中霸赛的比赛现场 台湖的飞抗男 法国的利古拉斯 长大的马库斯 长大的马库斯 这也至于在今天的所有国外宣众当中 实力最于强劲领域 本上是被成为在80冰冰级赛 上场之前 面对世界级国籍高手的雄悍估计 中国拳手已经连数数场 赤炎兹的压力更大 1988年 他是反打的全国冠军 今年46岁 他还有能力 在当场舞台 面对他小八岁的 泰国老将 由于不习惯使用拳套 上场不久 试炎则就手指骨折 不能再用拳头猛击对手 形势异常凶险 手势两扇门 全靠腿打人 从第二回合开始 射炎则迅速调整战术 发挥少林功夫中的 推功绝学 巧妙的瞬间制敌 形势开始凝转 一切的功夫是由苦而来的 你要吃得了常人吃不了的苦 不要几十年如一日 坚持不懈 这就是中国的功夫 绝意炎则运行动 先进入